传说在江河湖海的尽头 有一座四季山庄 一年四季都有各自圣景 各有各的风味 春雨杜鹃花海 夏上凤凰花开 秋来当贵飘香 冬有寒梅应雪 庄内灵物颇多 其中有一株双生枝子花 为日月双雾所滋养 无意中吸收了庄主汽雪 生出惊魄 双生枝子花一朵白一朵红 也吸引了庄外灵中的妖兽们 一天夜里 双生花被青蛇与赤湖盗走 吞下 妖身修为大增 幻化出人形 赤湖化作红衣少年 青蛇化作青衣少年 无妖姓名 喜食人心 蛇妖狠立 天性凉薄 庄主便惩罚他们入室 经历人间 所谓贪 撑 吃 欲念心肿 唯有迷心渐性 消解妖气 铲除业障 参透生死轮回 方能修成正果 四季庄主此举 异为度化 无论正道邪道 天道妖道 体会人间欺欲 知晓何为情爱 何为因果 何为执念 才能洗净妖性 修成仙身 自若修不成 即行神俱灭 堕入魔域 永受夜火灼伤